最主要幫那些狗隻洗澡 有貓洗澡的 貓也有美容 但貓就不用經常美容 貓就是三個月左右 但我建議養嬰貓的時候 每個月洗澡 因為當牠洗慣到熟悉水性 牠就會很乖地坐著給你洗澡 但當你整年都不跟牠洗澡 貓就會很怕水 其實貓就比狗更難養 因為貓就比較嬌氣 對 貓你嚇到牠的病都走出來 所以有時候主人說 我的貓回家洗澡後不動 躲起來 就嚇倒了 不是我們想嚇倒了 而是會自己害怕 所以都沒有辦法 所以有時候我都會鼓勵人 買了貓早點教他們學會洗澡 到牠可以了 你便可以遲些 幾個月才洗一次都可以 其實貓貓都要買保險的 但貓病比狗病更多 貓看醫生比狗看醫生更貴 除了貓狗還有沒有特別的洗澡? 兔仔和龍貓都是自己 可以用肝細分來清潔 就不需要 兔仔也有用來剪指甲 不過是使用 通常主人養得牠們都會 懂得做這些清潔的事情 鱗上魚 魚也很容易打理 清潔 換水 有 有 有 絕了肉 他們身體會健康一點 老實說 男狗就會少了 膏丸癌 尿道癌 女生就少了 乳腺扭癌 還有子宮頸 是相差很遠很遠 心理上牠們會不會變態? 不會 不會變態 是一樣的 生存 我看過一個視頻 貓被人帶來 之後 心無可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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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自己的傷口更痛 所以沒有心機 貓小膽就覺得 我還很痛很痛 我就不動 死死蝦 在這裡 這樣